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更大的掌声 欢迎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谢谢耶稣 愿耶稣在我们当中得荣耀 愿耶稣今天向我们众人说话 愿耶稣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跟运行 造成祂的心里百分之百的成就 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有一个经节就突然之间掉下来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不用翻 那你说呢我们应当将一切的忧虑 写给神为什么呢因为神非常的顾念我们 就是神很照顾你啊 神很关心你 所以因为神非常的关心你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所有的忧虑 卸在祂的面前 好像你的肩头有一个重担 这个重担你可以把它放下来 不是说重担突然间消失了 不 让神让主来担当你的重担 然后你会发现主在你生命里面 能够做更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 可不可以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你或许是第一次来到教会 可是也没关系 神离我们非常的近 只要你的心愿意转向祂 祂就在这里 所以好不好 我们可以再次低头好 一起把眼睛闭上 在你的生活的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担忧的 让你觉得挂心的 是你可能一个人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那些事情就好像 会在你的脑海里面萦绕的 下一件就好 因为我们要来应用这个经文 说我们将一切的忧虑 可以卸给神 因为祂非常的关心我们 只要想一件 只要想一件 然后我要你 你好像上帝 主耶稣就站在你的面前一样 你用你的话 来跟主耶稣说 主耶稣 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担心 你声音上说 我可以把我的担心 挂虑 忧愁 忧愁的事情 我可以像一个中 尖头上的这个大石头 我可以把它卸在 你的身上 因为你非常的关心 因为你非常的关心 好像主就在你面前一样 想象祂就在你面前 然后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好不好我们每一位 我们都开口来祷告 祷告很容易 不过就是跟上帝说话 就是跟祂讲你心里面 你所担心跟挂虑的事情 然后跟祂说 请你照着这一段圣经 可以成就在我的身上 好不好 当我数到三 每一位都将你心里 所挂虑的事情 把它交给耶稣 预备好 一二三 开始 祂就在你的面前 不要忘记 祂就在你的面前 祂立ила不要也 我会再说 终于祭祭祀 祝此如今imes手 祝此忘急 祝你的祈求 祝福大家 祝你的祈求 祝你的祈求 祝保 papel 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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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個人 祝你們 祝你們 主我坦然无惧到祢的面前 求祢照着彼得在声音上所说的话 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 主因为祢非常非常地关心我们 祢非常非常地眷顾我们 主所以我们这样子 主把我们心里面所挂虑的事情交托在祢的手上 主要求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为我们成就 主祢说我们求就给我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祢就给我们开门 主祢又教导我们只要一无挂虑 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我们心里面所要的来告诉祢 主祢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会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主我宣告主祢的话语 会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主要赞美祢 谢谢耶稣 主祢随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下面的时间 主继续来说祢要说的话 做祢要做的事情 祷告感谢 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 Counter折别 explore 咱们 邻庚色 这是造成一个 英文'天的 数学 甚至阿们 教自己信住 可以做的事情 循环的春天 所以不要担心在这段时间里面 好像感觉叶子在凋落 好像过去你所熟悉的事情 你好像你特别能做的事情 好像现在你不一定能够做 或者是说你不一定 像以前那么有热忱的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神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新的一个春天要来到 神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新的产业要你去得着 所以神允许这个季节来到 然后可是春天会来到 夏天会来到 神会在你的生命里面 给你新的目标 新的热情 新的产业 然后在你的生命里面会结出 更多新的果实来 我刚刚其实并不知道你有孩子 其实我刚刚坐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是感觉 你会像是一个母亲一样 我想不仅仅是肉身的母亲 我想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会影响跟改变更多的人 我相信这是神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要你可以结出来的果子 所以愿神祝福你 慢性三十岁 有他重生而来 所有的天上 地下一切的福气 临到你的身上 也临到你的全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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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ами 阿们 阿们 末日迷中之信徒迷惑篇 这奇怪的题目 2020年如果你活在这个地球的某一个角落 你都知道我们整个世界都变了 面对2020年这些极大的变动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所有这些事情 我觉得在这些变动的当中 可能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是要来问 到底主耶稣 到底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 祂到底在向我们说什么话 因为我们是要回应主 而不是回应环境 对吗 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主在掌管 而不是环境在掌管 对吗 如果你永远都是在回应环境 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你是你照着你自己觉得的环境在回应 你照着你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在回应 最后你是在回应你自己 我这个说法这样子有逻辑吗 OK好 那就当作有逻辑 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向我们说什么 所以去年在经过很多的变动 我自己家里也遇到很多的变动 其实我也在神的面前问神说 神到底你在说什么 到底你在做什么 那么上帝就把下面这段经文 很清楚的放在我的心里面 在马太福音第24章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有14节 有点长 可是没关系 我们读完之后呢 我会帮大家做整理 我是一个 还可以的老师 这样子 我们一起读 马太福音第24章1到14节 我们先一起来读 请 耶稣除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殿雨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雨吗 我是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赶南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雨招呢 继续读 耶稣给他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洗头 继续读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制起来 民获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争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 唯有忍耐到你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最后一节就你们 这十四节你可以回去再读 那可是我帮你们做一个真理 因为贵教会讲到的时间很短 所以我要赶快一点 简单的说 刚刚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 这是一个所谓的末后的世代 世代要结束 耶稣讲到在这个耶稣 祂只要再来末世结束之前 会有一些征兆 那这里至少讲了六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是我自己引申的 这六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你会看见世界范围的天灾与人祸 请问你现在看见了吗 我们都看见了 第二教会会面对外部 从外面来的逼迫 可是我们也会遇见内部的迷惑 这是我今天的主题 可是感谢主 天国的福音 要向万国万民万邦传遍 耶稣基督才会再来 所以我告诉你 耶稣基督今天绝对不会再来 因为这个记号还没完成 对吗 我看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别担心 今天晚上你睡着的时候 隔天早上醒来 大家都被提了 然后你还在 不用担心 不会的 没有什么快 所以呢 该鬼改的 赶快鬼改 那因为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我要告诉你 在末后的世代里面 刚强的教会一定会兴起 因为若不是刚强的教会 这天国的福音 是不会传遍天下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特别是讲到 这个内部的迷惑 就是末日迷宗之信徒迷惑篇 意思是 今天的经文是讲给你听的 是讲给教会里的信徒来听的 意思是说 耶稣在讲 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 神的百姓 非常有可能 进入迷惑的里面 今天我想要让大家 看得清楚跟明白 这迷惑的重点在哪里 然后呢 以至于我们能够避免 这个迷惑 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 这个经文里面 特别讲到 有关 信徒的迷惑 内部的迷惑的经文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貌估的名买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且有好些假先知 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争夺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 最后说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耶稣讲到这次 末后的世代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他讲的第一句话 就是讲 你们要谨慎 请问你们是谁啊 你们 其实按照经文 是当时的门徒 可是引申来说 这门徒就是讲我们 所以耶稣讲下面这一段话 是针对他的门徒 是针对他的信徒 是他的百姓 就是我们 所以这段话 是讲给我们听的 所以下面 他说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所以兄姐妹 信徒是有可能被迷惑的 你可能听我讲完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有可能你每个礼拜来教会 还是有可能被迷惑 但你说每个礼拜来两次 还是有可能 你每个礼拜来三次 还是有可能 我告诉你 你住在教会里面 你都有可能被迷惑 OK 我希望我分享完之后 你会清清楚楚的看见 这件事情 而且你会知道怎么分辨 你会怎么样可以避免 怎么样我们可以谨慎 这里有讲到说 会有好些人冒 耶稣的名来 假基督 有好些假先知 会起来 可是这里有特别提到 说不法的事情 还有爱心的冷淡 我要告诉你 这里的迷惑 跟这两件事有关系 可是呢 等我分析完了 你们就会知道 这个逻辑在哪里 最后 耶稣说 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当我们看 新约里面的忍耐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就是 华人心里的那种忍耐 可是在希腊文里面的忍耐 它的意思 不是非常消极跟被动 在希腊文里面的忍耐 是 我觉得我能找到最好的 例子呢 就是打 那个美式足球 橄榄球 有人看这个吗 有人看NFL吗 没有啊 只有我看哦 OK 我有看美式足球 就是 你知道你的目标在那个地方 什么叫忍耐 忍耐就是从这里 不断地往前推进 仇敌正在抵挡你 可是你一定要往前走 往前往前 最后你要达正 那个叫做忍耐 所以 主是有给我们 很清楚的目标的 那 我们往下看 这里先讲到有假先知 他们的迷惑 主要是针对信徒的 耶稣一开始就讲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心情 迷惑许多的人 他们的言行看起来 非常的 属灵 非常的 虔诚 所以亲爱的 弟兄姐妹们 你要 怀疑我 因为你不认识我 你要怀疑我 我有可能是假先知 好 因为你们认识 少轩哥 少轩哥姓的我 那我 这个可能性有低一点点 可是 任何一个 你看起来像属灵的 像很虔诚的 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单单看他的宗教的表现 你必须 看 属怎么看 这个人 所以 他们呢 他因为 他能够迷惑别人 是因为他真的看起来像真的 假的 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怎么会迷惑你 所以他一定看起来 很像 真的 非常的 属灵 非常的 像是教会里面的人 可是他们的教导 他们所带来的 他们所做的事情 始终带来 两个结果 一个叫做 不法的事情 第二个叫做 爱心 冷淡 其实这两件事情 最后你会发现 它是指同一件事情 那 不法的事到底是什么 你用中文来想 就是说 坐牵犯科啊 所以呢 我也没坐牵犯科啊 我每个礼拜都来教会 那么到底不法 指的是什么 是我下面 要帮助你分析 跟了解的重点 关于迷惑的第一手则 就是如果你觉得 你不可能进入迷惑 你大概已经进入迷惑了 你们知道最常溺逼的是什么人吗 就会有我 对不对 就觉得自己绝对不可能被骗的 这种人呢 是可能被骗的 经文上这样说 所以你们自以为站立的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那我要解什么叫做不法 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 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 什么叫做不法 不法呢 在马里带福音里面 事实上还出现在其他几个经文 基本上翻成不法 或者翻成作恶 经文呢 我也都给你 你们要这个PPT呢 就直接跟教会要 所以呢 我常来教会 讲到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拍 其实不用拍了 我的PPT都是版权神友 欢迎拷贝 然后呢 所以你们要的话就跟教会要 教会看怎么样方便 不法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 就叫做没有律法 或缺乏律法 或者是违背律法 这里呢 可以帮我预备一下水 对不起 是的 对不起 是的 关键 有点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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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感谢观看 我有过几次这样的经验 一种是我 我一下子喉咙用的太过度 第二种呢 他们叫做这个叫鼠领征战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可能要更 缓和一点来讲 什么叫不法呢 不法就是 违背律法 或者是没有律法 它其实并不是违背律法的条文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 圣经对我来说 好像是什么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可是事实上这里讲的 不法 其实最重要是讲到违背律法的精神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去查靠这几个经文 你会发现它主要讲的不是 不是条文 不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而是精神 感谢主 你们应该为我祷告一下 你们可以花三十秒钟为我祷告吗 好 OK 谢谢 谢谢 主 谢谢 主 谢谢 主 还只是把自己的身体交在你的身上 主 我感谢你 主 谢谢 主 谢谢 主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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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的呢 就是讲到假先知在传 无律法就是不法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明白 假先知跟不法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一个对比 你只要能够知道 什么是真先知 什么是真律法 你就可以对比出什么叫做假先知跟不法来 听说 那些辨别 这个钻石 的这些 鉴定师 在他的手上 会戴着一个戒指 就像我这个戒指 可是呢 他在戒指上面 会有一个真的 钻戒 所以呢 因为你知道你看假的东西 看多了 假的东西也变真的 所以他必须要 有些时候他就要看一下 哦这个才叫做真钻石 它的色泽 它的切面 它的光泽 它的反射如何 所以呢 我们需要看真的 我们就会辨别出假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 诶 突然之间泄跌了 什么叫假先知 什么叫做不法 不法就是违背律法 或没有律法 那我们需要的就是 去看什么是真先知 做的事情 我们要去看 真的律法 是什么 耶稣给我们 告诉我们 先知跟律法 其实 有一个清楚的重点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三年七到四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 尽意爱足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实也想法 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真先知 真律法 就是这两个重点 一叫做尽心尽信 尽意爱足你的神 第二叫做 爱人如己 那你怎么样能够辨别出 假先知跟不法来呢 我要告诉你 就是无论他讲的 多么天花乱坠 最后并没有真正带领你 来到神的面前 让你更多的爱他 还有爱你四周的人 勇姐没清楚吗 信仰所有的核心 到了最后 只有这两件事情 一叫爱神 二叫爱人 或者你愿意的话 你用两个字表达 这就是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人的关系 用一个字表达 叫做爱 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 阿们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 你会听见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说法 你知道台湾教会 一段时间会流行 一样东西 然后呢 一段时间又流行 一样东西 一段时间又流行 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看见很多的教会 不断的在追流行 可是其实信仰 我觉得蛮简单 你们知道我那个 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 那个所谓的木字名 就是说你死后 希望在你的墓碑上面写什么 我希望我的墓碑上面 一句话 就是 这是一个跟随神的人 就是我 我希望我一辈子 所做的事情 其实信仰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跟随神 爱神 然后呢 照着神的命令 彼此相爱 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会在教会的里面 你会在YouTube上面 你会在很多 教会的流行的上面 听见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最后 你得要 你得要问你自己 所有你所听的这些 最后到底有没有 使我更爱神 使我更爱人 东姐妹 如果不是 那我要告诉你 那个 你需要 留意 跟 谨慎 曾先知传讲 真律法的目的 就是要劝勉人 更多的 爱神 跟 爱人 听讲很简单 对不对 其实 就是这么简单 你知道末世贾先知的迷惑 有无论多么属灵 看似善意 甚至是善意的教导 甚至头头是道 引经据典 但 若不将人 引向更多 爱祖跟爱人 这里就 极有可能 有假先知的领参长 在其中 我现在讲到这里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沉重 不会 不会啊 那我应该讲得再沉重一点 开玩笑 嘿嘿 弟兄姐妹 我们来 在几件事情上 来问一下 这些事情 有可能 有迷惑在里面 现在弟兄姐妹 你觉得 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政治 那 到底应不应该 当然应该要参与政治 我们是 这个 台湾的公民 对不对 现在要小心讲 不知道是要讲中华民国 还是讲台湾 好 我 我们是国家的公民 对不对 我们当然应该要去尽我们公民的责任 其实身上是很清楚的 是要我们 做好我们公民的角色 政治参与 当然要 可是政治参与有可能 走走走 走到一个地步 他是有可能迷惑在其中的 你说对 北京都应该参与在政治 可是我要问的是 当你在参与政治的过程里面 或者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家庭里面 到底你有没有更爱神更爱人 这个 这是美国的大选 很多人支持川普 目前我没有暗示任何 到底是该支持川普 或是不该支持川普 可是如果这个支持川普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说 他是很强调基督教育的价值观 这很好 可是人到最后 会走上暴动 会走上 这个 我觉得可能是走过头 这中间有没有可能 有迷惑在其中呢 好吧 医治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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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我的生命里面 因着医治释放 我也得到很多的好处 在教会的里面 可是我仍然要问是说 这些医治释放 所有的这些 我所听见的 最后到底 有没有帮助我 更多的爱神 更多的爱人 如果有 感谢主 如果这些医治释放 所有的这些 教导 实行 最后只有让我 越来越关注我自己 哎呦 我哪里 我是不是又有 哪里又犯罪了 哎呀 是不是哪里又被咒诅了 我也是不是有 祖宗来的 这个那个 或者我有什么沾染 当你的焦点 一直都围绕在你自己的时候 对不起 你很难去爱神 你很难去爱人 我要告诉你 那样的医治释放的教导 很可能带你走上了岔路 弟兄姐妹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教会建造 有没有可能 有迷惑 有没有可能 会不会我们 弟兄姐妹 我讲这个 其实心里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看到 有一些教会 走教会建造的路 他为教会 预备设计了很多好的系统 帮助弟兄姐妹 好像从一战进到下一战 可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看见 人 没有更爱 神 也没有更爱 人 你知道有些教会做幸福小组 可是做幸福小组 做做做做做做到 他们人都不幸福了 你们教会不做幸福小组 可能不太了解 我所讲的事情 做过吗 做到都不幸福 那怎么幸福小组 你就希望别人幸福 你自己做得很不幸福 怎么做幸福小组呢 亲爱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所有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政治参与是我们应该做的 职场里面的投入应该投入的 这是生意上的教训 那 医治吃饭很好的 我们生命需要被归附 教会建造也很棒 亲爱弟兄姐妹 所有这一切 如果没有真正把我们带到 更多的爱神跟爱人 我要告诉你 这其中就有可能有迷惑在那里 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点 微弱的阿们 谢谢 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二节 这样子说 我们一起读 亲爱的弟兄妈 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誓言那些灵 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 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凡领认耶稣基督是 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你们可以认出 神的灵来 这里告诉我们另外 一个重点 怎么样你能认出 假先知来呢 假先知讲的一切 最后不把人带到耶稣 不尊荣耶稣 不高举耶稣 你知道真先知的脚点 永远是耶稣 起述第十九章 第十节 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 好 请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 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所有预言的灵意 就是启示性的灵 或者是先知的灵 他是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整本圣经最后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真先知的作为 最后都是要把耶稣高举起来 把人指向耶稣 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这就是真先知真正在做的事情 在新约的里面 重点 是我们跟主可以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而且按照他的命令 彼此相爱 那假先知呢 假先知用各种 看起来很属灵跟美好的事情 我说真的 听起来很属灵 好像合乎圣经 好像很美好 而且出于善意 我要告诉你 这些假先知有些时候 他都不知道他在传讲 迷惑的事物 这个迷惑是属于高级迷惑 就讲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个迷惑 可是他却取代了基督跟爱 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中心的角色 我知道你 现在你的脑袋已经开始在转了 在转我听见了什么 哪个这个 你开始已经对自己产生怀疑了 很好 我就是希望你这样子做 除非你能够看一看 耶稣手上的那个转件 否则你分辨不出 到底什么是假钻石 假钻石漂不漂亮 漂亮 可是他就不是真的 没有价值 因为一书三章二三节这样说 我们一起读好 请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 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这里只有两重点 一叫耶稣基督 二叫做彼此相爱 所以再一次回到刚刚 我说的这个真先知跟真律法的核心价值上 就是我讲的那个真正的钻石 那个钻戒在哪里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我们再读一次 好吗 然后呢我想要再深一点点讲 到底什么叫爱神 什么叫爱人 然后我们再来 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 可以吗 马赛福音二十二章三七到四十节 一起读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义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也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的是律法 会限制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一切道理的总纲叫做 全心爱人 然后二 爱人如己 那所以一个叫爱神 一个叫爱人 那我想问的是说 你爱神吗 第二你爱人吗 当然你会在这里出现 你每个礼拜都在这间出现 我们刚还有敬拜团在上面 带敬拜 当然我们爱神 可是我希望下面呢 我想要为着爱神跟爱人 做一些 我们中学的时候学的 叫操作型的定义 你们记得你们中学有学过这个吗 操作型的定义就是说 不是用抽象的东西去形容抽象的东西 而是用一种可以操作 或者很实际的方式去定义 爱神爱人 爱这个是很抽象的事情 那到底你爱神不爱神 你说你爱神 我怎么知道你爱神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声音上所讲的 实际的 可以操作的 你有做没做 就会知道 反过来去判定你有爱神或没爱神 我想要找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爱神我会找到一个 爱人我会跟你讲分享另外一个 你们有没有学过那个爱的无中语言 有吗 爱的无中语言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的语言 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是精心的时刻 你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 好好的看着他 心跟心的交流 那有些人是喜欢礼物 那 像我 我对礼物的要求是零 所以你送我礼物呢 我基本上没感觉 我是属于精心时刻 那种型的 OK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爱的语言 丢解了你知道神也有他的爱的语言吗 就如果你要表达对他的爱 他 他有说 怎么样子 叫做爱他 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就我刚刚说的 我想要为着爱神跟爱人 找到一个操作型的定义 这样子好来 重新判断 或者反省 我们到底有没有走在爱神的道路里面 还有爱人的道路里面 否则爱因为很抽象 你可以说爱就爱这样子 什么叫爱主呢 就是你寻求主 而且顺服主的命令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 约翰福音14章21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有了我的命令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而且耶稣在这里自己说什么叫做爱他的 在遵守之前 你需要先有他的命令 有了他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我太太 我太太怀老大的时候 就是子萱 怀子萱的时候 她的胃口 前三个月全部变 她真的 我那时候 我跟王振哥他们都住在东海里面 然后呢 这那天晚上 到了11点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太太突然说 我想吃玉米 我跟你说 我真的就开着 所以11点 你知道东海 那时候店差不多都贯操 去哪里买玉米 我跟你说 我逛了半天 我最后跑到台中市 去买了玉米 回来 买了回来说 老婆玉米 她说我不想吃了 OK 至少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我有表达一点点 我对她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爱神 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她说 你会想要去拥有 珍惜 她的命令 她的话语 并且 你会照着去做 你爱主吗 我把它变成下面的这几个问句 第一个就是 你寻求主 并且顺服主的命令吗 你为你的工作寻求主吗 你为你的将来寻求主吗 你的家庭遇到困难跟问题 你会到主的面前来祷告说 主啊 问题在哪里呢 你会问神说 神啊 我来到展强教会 主啊 我在展强教会里面 我要怎么投入呢 你有问过她吗 你的人生的里面 你有问过她 这些大大小的事情 你有到她面前问她 然后让她告诉你 她对你所要的吗 你知道主现在在向你说什么吗 你知道主现在希望你去做什么吗 那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你有没有尽你的权利 去做主要你所做的 弟兄姐妹 这就是爱神 弟兄姐妹 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就是 我如果有一把刀插在你的心上 我告诉你 我有七把刀插在我自己身上 因为这话也是对着我自己说的 我也需要在神的面前 主啊 我爱你嘛 那我也坦白跟弟兄姐妹说 每次神光照我的时候 我都会跟神说 神 我没有那么爱你 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爱神好爱 OK 什么叫爱人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 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 我们一起读情 万物的解决禁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神赐的和幻加 这里又讲到万物的结局禁了 又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末世 是有关系的 当彼得他想到这末后的世代 万物结局禁了的时候 他想到的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谨慎自首 你脑袋要清楚 第二件事情 你要谨行祷告 接着他说 你要彼此切实相爱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到时候就告诉我们说 当绝书跟着他的仲天使 在云中一起降临的时候 他要审判列国万方 他怎么审判 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马太福音对吗 那你讲到他用爱 来判定我们这一生 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接着他讲了两件 什么叫做彼此切实相爱 有两件确实我们可以做的 操作型定义 第一个叫做 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款待人 感谢主前代时间我去 光正哥家吃饭 他们就是款待我 不知道我们走了以后 他们有没有发怨言 一定没有 我对他们认识没有 款待人接待人 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当人孤单的时候你陪伴他 这些都是款待 第二件事你说 个人要造所得恩赐彼此服侍 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属神的百姓 神都有给你恩赐 都给你某种财干 你有没有把你的恩赐跟财干 善用你的恩赐跟财干 去祝福你身边的人 勇姐妹这就是爱人 所以请问你爱人吗 你有没有款待人 你上次请人吃饭是什么时候 如果你找不到人请的话 请我 我最近特别喜欢跟大家吃饭 你要款待人 而且款待 你要款待 可是不要发怨言 我不是讲宰堂教会 我是讲别的教会 我是讲台北政道教会 真的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做幸福小组 幸福小组 你知道有时候都会有些餐点 真的做做做 做到真的不幸福了 好因为款待款待 款到发怨言了 你做这些好事 你在教会里面服侍 一开始很开心 可是做着做着做着 发怨言 为什么都是我 款待人 可是不要发怨言 第二 你要善尽 我本来用善用 可是我觉得善用还不够 善尽 用尽神所给你的 去祝福你身边的人 服侍你身边的人 我们的身边有非常多 有需要的人 你有没有这样去 就是你有的 神向你要的 不是我们 我们 没有 是我们有 是神已经给我们 是我们把我们有的 给出去给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我有两件T恤 有人光着上神 我把我的T恤给他 耶稣教导 你有爱人吗 好 所以复习一下 爱神是什么 爱神呢 就是寻求主 而且顺服他 你要知道主向你说什么 你一定要花时间到他面前 你才知道他在向你说什么 他要你去做什么 你要愿意把你生命里面 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层面 愿意带到他的面前来 问他你的意见是什么 你才会有他的话 当然你要读圣经 这是前提 然后你要尽全力的 就着你从生意上所了解的 你祷告里面所寻求的 或者教会所教导的 你要尽你的全力去做主向你所要的 什么是爱人 宽待人不法怨言 善尽恩赐 服侍身边的人 如果你的信仰生活 无论你做了什么 不管你来教会 一个礼拜来 十次也好 如果没有让你跟耶稣更靠近 如果你的教会生活 不是以爱神跟爱人为中心 我要告诉你 恐怕你已经进入迷惑里面了 我不在乎你在教会里面有多久 五十年也好 一百年也好 这是我所看见的 耶稣所教导的 记得要常常看一下 神所给你的 手上的那个传结 尽心尽尽尽益 敬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 其次也相放 就是要爱人如己 今晚突然可以放桌 我最后有三个劝勉 很简短的劝勉 给大家 我在预备这个时候 这是神特别提醒我 我知道今天这个讲道呢 有一点犀利 会吗 我希望它是有点犀利 我希望你听了之后呢 那个 头上会出现三条线 开始有汗 开始会流下来 然后开始怀疑自己 我这二十年的基督徒生活 会不会都是白活了 其实我是很希望你的心里面 有这种 一点点这种感觉 如果你刚来教会 我恭喜你 我希望你一开始就走在正路的上面 其实这个信仰很简单 不过就是爱神爱人 我知道我们来教会 有很多事情发生 我们会从不同的面向来看 教会的生活 可是其实教会生活 跟随神的生活 没有很复杂 就是爱神跟爱人 可是因为今天这个道不太容易 我不希望你们走向了律法主义 什么是律法主义 就是开始 每一件事情都开始 很认识地想 我有爱神吗 我有爱人吗 我有这件事情 我有寻求他吗 恐怕寻求他还不够吧 我这样一天祷告一个小时 再不行我要祷告三个小时 读经十章 哎呦恐怕是不够吧 这样怎么会明白神的心意呢 我每天要读十章 我不希望你们走到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爱 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所以第一个劝勉是 你知道如果刚刚讲 爱神跟爱人 这个操作型定音 你发现 你好像没有那么珍惜神的话 不管是圣经 或者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 我要告诉你 按主的爱的语言来说 你没有爱到那个叠章 那你可能会说 哦 我好像不是 2020年神给我最大的祝福之一 就是我可以很坦白的 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说 原来我没有那么爱神 这样我就能够进步 神就有恩典为我预备 如果我一枝树 哦 我很爱神 哇 你看我多亲近神 我花多少时间靠近他 哦 神可能没有办法光照我 没有办法帮助我的生命在成长 但是我在2020年 我是讲真的 我觉得神有给我一个极大的恩典 就是我可以很坦然的 在神跟人的面前说 原来我没有那么爱神 我也没有那么爱人 那我2021年就可以更爱神 就可以更爱人 神在这一年的里面 向我写明更多他的爱 庸姐妹我们爱 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第二个劝勉 他们已经换成歌词了 可是没关系 第二个劝勉 第二个劝勉就是 你要 谢谢 总要进行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庸姐妹我要告诉你 教会里面充满了高级迷惑 你不仔细看 你不仔细去观察 你不去看那个真钻街 你会真认为那些水钻 那些假的钻石 就是真钻石 庸姐妹可是到有一天 你可能到主的面前 你会后悔 你这么多的时间 花在那些 其实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 所以 你要进行祷告 求神给我们 清楚的眼光 让我们晓得在神的面前 神到底怎么看我们的生命 神到底在我们的生命下 我们所要的是什么 第三件事情 总要趁着还有今天 天天要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 刚应 天天彼此相劝 不要只是来聚会 要很真实的一起祷告 一起敬拜 彼此劝勉 让我们过一个爱神跟爱人的生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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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了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来 来回应神好吗 好 OK 好不好我想 我们一起低头 谢谢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 会有几个记号 其中一个记号 是教会的内部会有迷惑 会有假先知出来 带来不法跟爱心的冷淡 我试着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不法 就是没有律法 违背律法的精神 就是违背 这个至尊的律法 就是爱的律法 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写命中的第一 其事业相方就是要爱人入籍 我会让大家看见 什么是爱神 爱神就是珍惜神的话语 寻求神的话语 而且顺服祂的话语 至少的表现是这个 可是这个爱 不是从我们里面生出来 不是用律法规定自己来的 这爱是因为你被神爱了 以至于你甘心的回应他 你爱人吗 你接待你四周的人吗 你去帮助你四周那些有需要的人吗 你陪伴那些孤单的人吗 你又用你的才干恩赐 或者你手上的金钱 时间 去服侍你身边的人吗 今天我把神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 你不需要回应我 你需要回应神的话语 所以好不好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再一次说主离我们并不遥远 他就在我们面前 你能够很坦然的听过我所分享的之后 你还能够很坦然的 抬起你的头 你的眼 跟他的眼相对吗 你还能够很坦然的 站在他的面前说主你知道我爱你 你还能够很坦然的跟耶稣说 耶稣我尽了我所有的力量 爱我四周的人 如果你能够 我恭喜你 如果你不能够 我也恭喜你 因为即使你不能坦然的在耶稣的面前看着他 他仍然用他爱的眼睛看着你 你能够很坦然的 你也要坦然的 你不能够很坦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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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很坦然的 你的行为 如果你因我的话 有被责备 就回转吧 主耶稣说 我有一切的恩典 跟能力 能够帮助你 主说我还要将我的爱 倾倒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使你能够爱 因为你经历了我的爱 主说孩子 即使你知道你不够爱我 也不够爱人 主说孩子 我对你的爱 一点也没有改变 不要逃离我 让我更多的 倾倒的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以至于你可以更自然的 更全心的也来爱我 按我的方式来爱我 好不好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来祷告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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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帮助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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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帮助我 主啊 祢幫助我們謹慎之手 謹慎祷告 彼此切實相遇 主啊 因為祢來的日子見面 祢對祢的靈魂 非信在內 所以祢所開始的生活 彼此起來成全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用這首詞歌我們來回應祝 我們可以一起站起來 我們可以一起站起來 我太榮媚 太榮媚 我太榮媚 太榮媚 我的想法 告知你 觀賞節目 quickly 我 Estados隊拍架 不要受益 祢的榮價我所有的我身體 我属于 永远属于 无情的 除了你是昨天 无相赋予 你是他人 我属于 温暖的海 抵达的仇 我属于 太荣誉 温暖的荣誉 我属于 除了你是昨天 妄想物理 你是他人 我属于 温暖的海 你答助 是我来拥有 我属于 温暖的荣誉 我们的春光 出了细节 我想走迷你 这些世界将迷你 和恨的爱 你那么重复是我 太荣誉 我的荣誉 希望 什么意思的最悔 我想复义 你是家的恩典 和恩的爱 你那种手护起我 太柔美 我的柔美 我愿向父 要举你 也祝你的荣耀 我所有和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我愿向父 要举你 我猜出人 永远属你 我所有和我支付你 我所有和我生命 当我们爱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所爱的保证优先 我们会想要为那个我们所爱的考量 想要把我们最好的能够给那个我们所爱的 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给予者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给予者的时候 我们开始能够体会 那一个天赋要给予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个成为给予的人 而当我们成为一个给予的人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件事件是 神啊我好软弱 神啊我好不足够 神啊你能不能把更多你的爱 把你更多丰沛的恩典 交换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当我们给不出去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到件事件是 我们体会到 耶稣你的给予是多么的不容易 当我在牧养过程当中 或者当我现在开始当个爸爸 我想要把我最好的 给我所心爱的 当我发现我非常有限的时候 我来到神的面前 也是我来祷告的时候 我都遇见一个天赋是 祂比我更能够给予 祂比我有更无限的耐心 祂比我有更多无限的恩赐 祂比我更慷慨 好不好 我不想要邀请在我们当中 你觉得你的内心 因为此刻你非常需要爱的 你想要成为一个给予的人 但你说祝阿窝 我好难给予出去的 我邀请你能够从座位中 来到台前 我们要一起来为你祷告 有吗?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吗? 你觉得你好想要爱人 但你觉得 哇主啊我好缺乏 我好缺乏 我好需要你的爱的 我邀请你能够来到台前 来为你祷告 你知道当我们承认 就好像刚刚经元就在说的 当我们承认我们很不足的时候 承认我们很不足的时候 神祂的爱就会浇灌在我们当中 有吗?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吗? 我原本想说如果没有人来台前的话 就请大家一起过来的收到 哈哈哈哈 可以吗?有吗?有吗? 在我们当中我觉得你是 你觉得你很需要神的爱的 你知道吗?当我们为什么 我们会需要能够踏出来 其实当我们踏出来的时候 我们跟主承认说 主我好需要你的爱 我们跟旁边的人说 后我很需要你的爱 有吗? 好我们一起 我请其他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找到台前 你可以按手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 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 我们求神 你更多的爱 能够加添在我们当中 每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 可以吗?我邀请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来到台前 你的按手在这些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 我们同生太后来祷告 好 谢谢大家